穷的什么似的,就对床,就是用那长条凳子,然后上边摆的那个铺就是草帘子,草的就硬的那个,就那样。 镜头前的宋女士正在向我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我呢就一直就是修花,据委会拿活。 宋女士告诉我们,自己的前半生可以说是十分坎坷,而这一切,在遇到丈夫后,终于有所改变。 宋女士说,结婚之后,哪怕养家糊口不易,她也与爱人携手走过了二十余年,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打破了这个家原本的平静。 宋女士说,自己结婚时,并不知道丈夫还有一个儿子,所以继子的出现也让她感到措手不及。 两千年左右的时候,应该是你爱人找过去的,说是想要见一下父亲,然后就是找到那边了,然后就开始正常的这种生活,是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 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个变故,宋女士啊,为了家庭和睦,只能选择接受这个祭祀。 此时的儿女们都结婚成家,老两口呢,也欣然接受了儿子的好意。 宋女士与祭祀一家也算相处融洽,这样的日子维系了二十余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老爷子的去世,让宋女士与祭祀的这个矛盾啊,彻底爆发了。 这个祭祀没有来,但是他写了委托书,委托他爱人来,然后主东方的话就是这个宋建英女士和他的女儿女婿,主东方有三个人,然后他们家主要的事呢,是因为墓地的问题,想要做调解。 老伴的去世,引发了宋女士一家的一系列问题,他们将如何化解纷争,解开心结。 第三条解是知,祭祀回家,正在为您讲述。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杨雅清,心理专家麻省,律师江春梅,欢迎各位。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当时那是母亲,宋女士,女儿,王女士,以及她的爱人李先生,欢迎你们。 宋女士,您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其实,住在哪儿呢现在? 你们是北京人啊? 我出生在北京啊,现在也算北京人吧。 您老伴还在吗? 不在了。 去世了? 对,去世一年多了。 您跟老伴那时候是初婚啊,还是再婚? 那个,她是再婚,我是初婚。 就是当于是双方的母亲都住在那儿。 先是那个什么,婆婆在这儿,婆婆去世以后,我再接跟我妈。 那她那时候有子女吗? 有子女。 您知道? 不知道。 后来婆婆告诉我的,她没跟我说。 当时结婚的时候不知道? 对。 我刚看了一下,您这儿有一份学人喜事,您把这个给我们详细说一下,这份学人喜事是怎么来的? 这个就我那个老伴脾气不好是吗? 然后我妈妈在这儿的时候,她就说了我妈了,然后我妈就走了。 宋女士说,结婚后,她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如意。 虽然解决了户口,但自己没有工作,全靠丈夫一人养活全家。 而宋女士独自一人,照顾婆婆直至去世,丈夫也没有念及自己的好。 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丈夫儿子的到来。 找她父亲来了。 对,对,对。 她那时候是因为离婚是判给女方了,对,对,对。 跟母亲改嫁了,对,对。 那她找来是什么目的呢? 是看看父亲? 对。 看到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 嗯,嗯,嗯。 你们那时候关系还挺好的,我听说。 对,对,对。 她还孝顺吗,这孩子? 反正年代节了都过来看。 儿子对她父亲就不怎么好。 就是一大家子,我做了饭以后, 她要不上这桌子上来吃饭,谁都不敢动筷子。 那你听说你们还到他们家那儿住过呢? 对啊。 那不是她找来以后, 这个父亲不是重男轻女吗? 这儿子找来了就过去住了。 哦,她挺喜欢这儿子的。 嗯,嗯。 在搬回这以前呢, 我们买了一套别墅, 花了38万。 然后呢也都装修完了, 然后还扩建了。 这儿子呢就非要在别墅。 在宋女士眼里, 老伴爱子, 尤其是面对失而复得的儿子, 所以对于儿子提出的一切都十分重视, 面对儿子的要求也都是一一满足。 那这个房子还在吗? 然后那个什么, 儿子不就是把那个什么, 写了一个协议书, 说这房子归他了。 啊, 当时写了协议书了? 嗯,嗯,嗯, 然后放的块儿, 您签字吧, 这就别说我要了。 您签字还是您的老伴都得签字? 都签了, 都签了, 当时同意了? 那不同意没办法呀。 怎么叫没办法呀? 可以不签呀? 他那个老伴不是。 你老伴愿意签? 对,对,对。 等于就是愿意给他? 不是, 他什么呀, 这老伴不是那个什么就, 离了婚以后, 儿子盼他前妻那儿了吧, 他等于没抚养, 所以他觉得内心亏了话。 亏欠人家? 对,对,对。 得了,给你别数得了。 嗯,嗯,嗯, 38万钱要。 其实宋女士心里心结一直存在, 只是这么多年, 看在爱人的面子上, 不予计较罢了。 她呢就光把别数38万给我们了, 装修钱跟那个扩建钱没给, 就怎么回事。 哦,卖完了以后还给了那一部分钱? 嗯,嗯,嗯, 那还不错呀。 人家没权要, 嗯,嗯, 是吧? 还有别的往来吗? 别的就是, 那个什么这个, 儿媳妇不是青岛的吗? 然后那个两个, 一个孙子, 一个孙女儿, 在户口, 我们的老伴给搬过来的。 已经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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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补偿儿子吗? 在宋女士心里啊, 不管是给妓子别墅也好, 还是帮儿媳啊, 办北京户口, 对于这个妓子自己问心无愧。 宋女士也表明, 老伴也认为互不相欠, 尤其是老伴晚年, 更觉得亏欠的是宋女士, 所以, 弥留之际, 留下了遗嘱, 但这份遗嘱时至今日才公开, 也正因为这件事, 引发了宋女士与妓子之间的更大的纷争。 江女士, 你手里好像有个遗嘱是吧? 是的, 我这边有一个自书遗嘱。 大概是什么内容啊? 这个内容呢, 实际上是老人应该写的, 能够看出来是老人的一个遗嘱的一个内容, 然后这个形式上来说, 基本上也符合一个遗嘱的一个形式的要件。 内容上来说, 能够看出来老人的意愿是说, 房子是由妻子来继承的。 刚才我看宋女士有说到说, 老人的遗嘱是说房子和存款都是宋女士来继承, 但是这个遗嘱上没有展现出存款, 关于存款的处置的问题。 没提这个事吗? 他有说到他财产的处置, 但是非常明确的部分其实就是一个房产。 全部财产, 然后就由我支配。 这个写这份遗嘱的时间, 大概是多少房子? 2020年2月28号。 宿市的那天? 对,对,对。 在什么情况下遇了人口遗产? 它是癌症。 什么遗产啊? 这个现在我住的房子是我们老两个的。 就是丰台这个? 对。 几居室啊? 小三居,不到70。 这是谁的房子? 是那个房管局的房子。 拆迁,然后我们买下了。 买下来了,私产了, 落谁名下了? 一开始是老伴的, 后来改成我们两个的了。 然后这老伴这不是有遗嘱吗? 他那份份额给我了。 那他为什么还对这套房子还有? 他意思是他爸爸写的这遗嘱没他的份啊? 现金什么的,存款有吗? 存款有。 有多少? 我们这个是从孩子上班, 或是我们的家老伴的工资吧, 就是为了多弄点利息, 然后就把那个存到锦州银行那块, 利息高一点。 那时候是那个还有我们那个什么, 我们多个那块拆迁有25万, 反正凑到一块都100万吧。 100万左右。 对对对。 这个存款什么也都归您? 对。 他说的这些移产都归您吗? 不对。 数不对。 他还有那个公司那个钱, 他都没有,他都没说。 他能取的,他不说。 他能取的,他不说。 他现在是,他不能取不出来的,这是。 122万的是取不出来的。 为了确保宋女士一家的权益, 老爷事前不光写了遗嘱, 还留下了视频与录音为证。 但这些妻子一家毫不知情。 宋女士的解释是, 老伴不许告诉儿子。 有视频,有录音。 这个文字里边没提这个存款, 这上面写的是全部财产。 写的是全部财产。 全部财产。 老爷子那时候想要是什么呢? 后期那个视频里边说, 当时也那个在他, 就是能走简单走的时候, 我们就有老爷子想把这钱取出来, 或者是改到那个他俩的名字上。 然后呢, 老妈呢,等于是一说, 咱们为了损点利息, 等于是我俩现在, 我们咱们现在都没有工作。 他要取出来给我, 我说呢,没有必要, 到了日期再说, 多拿点利息。 那上面就会说。 你没有看到这全部两字吗? 他这边只是说, 我表明后所有的财产, 在去世之后的处理意见, 处理的意愿, 然后就说到这个房产的坐落的位置, 然后说, 现对我所有的份额做出如下处理。 处理之后, 这边就只说到房产由妻子来继承, 没有说到存款的问题, 然后后面就说了遗嘱的执行, 是由妻子来执行的, 然后后面就说了妻子的一个个人介绍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里没有说到存款的问题。 人家要他做公正, 取钱要做公正, 拿着来了, 这样他就做公正。 那一看, 他不是就是有钱, 那你就是谎话。 他又来了, 爷爷当时不想说。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遗嘱他有没有问, 或者说他有没有考虑过, 这个房子给您之后您怎么处置? 我没有工作, 我能怎么处置? 您当时怎么表达的? 那你写就写吧。 因为是这样的, 我解释一句, 您俩人是夫妻关系, 年纪都不小。 我们经常看到这种老夫妻俩人, 定立遗嘱的时候会商量, 我先走了, 房子归你, 你走了以后怎么安排, 我也要知道。 他有没有了解这些内容? 他就家里就他一个人说了算, 没有商量的余地。 所以您觉得他立这个遗嘱的意思是说, 房子给您了, 然后您怎么安排都可以, 您当时说了不要卖。 因为他如果是给女儿或什么, 因为我俩现在还没有孩子, 我俩坐宿管住了两次, 现在还一直没成功。 所以说我俩一直还在看病, 我俩结婚现在八年不到九年。 所以父亲是说不让卖? 对, 如果是说假如说, 这我作为女婿我说一句, 可能父亲也考虑到, 我是女婿毕竟是外星人也好什么, 所以说老爸确实就是从小特别念爱他, 所以说他到现在, 他的表达能力和对外的能力都不一样。 来来来来, 咱们回到遗嘱上。 那也就是说老人立这个遗嘱的时候, 表达出来了, 这个房子最终是要到女儿手里的。 对, 但是这意思吧? 对。 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 那为什么在遗嘱的内容上没有体现? 他不是说觉得对不起我吗? 遗嘱上写了吗? 没有, 他说的就叫我把他们叫回来。 好嘞, 好嘞。 我不想要他们的任何东西, 但是我就要他们有个说法, 明白吗? 明白的。 该你拿的钱你得拿。 你不能, 哎, 三赃费拿着。 一百二十多万拿着, 老头目的钱就是不出是吗? 还有别的钱, 就是还有钱包二十五万呢, 他说什么也不, 也就不坑不小了, 他能花的, 他能取着花的, 他不告诉我。 闷嘴下的。 他是这个。 那这后事就交给谁办去了, 交给子女办去吧? 火化了以后, 然后约了医院, 我就住院了。 然后等到那什么, 这墓地, 我让他们两个去跑的。 这是您的女儿是吧? 对对对。 王女士。 当时你们没跟那个哥哥商量商量, 那个后事怎么办吗? 当时交完定金的时候, 然后回来之后, 就是我们看了, 包括通道这边, 我们也看了好多。 然后看完之后, 然后我们特意去的, 当时去那个, 叫哥哥嫂子嘛, 然后去了当时, 也在。 捉住的这块地了, 对, 就是那边给选择了位置, 然后等于是我们也交了200块钱这个金。 那就是大概多少钱啊, 那墓地? 一万多块钱起, 一万九千八, 或者什么起价, 然后就是到十几万不等的, 等于五六万块钱, 报价, 要价六七万块钱。 你定的那个是多少钱? 五万多块钱, 要价六七万, 捉完之后应该是五万多块钱, 能拿下来。 那定完了以后, 回来跟哥哥说了吗? 说了, 说了, 他们也去了。 也去转去了。 回来之后我俩, 然后呢, 等于是那个, 我俩去那个哥哥嫂子那儿, 他去修理厂, 然后我们去了, 把这事呢, 包括有那图册什么一样的看了, 当然是那大哥说的, 哪都行, 然后大傻也没, 也没说啥, 后期然后隔了几天之后吧, 然后说那么这, 老人怎么, 北京人怎么走了之后, 给人河北那边去了, 我就不太愿意了。 女婿称, 岳父于2020年6月, 因癌症去世, 而那时候岳母也因为身体原因住院, 所以老爷子的后事交给了子女来处理, 而就在选择墓地的问题上, 双方产生了分歧。 他们一开始说, 就在上外边去买, 后来呢, 我就说别放在外边买, 你说都往北京急, 这老头不管怎么样, 忙了一辈子, 也是个要了要面的人, 再做三艘儿女的, 你说给扔到那一碗去, 他说没钱。 因为我是外地, 我农村的, 我说这是等于顶外地移动房呢, 不议是吧? 对对对对。 没有通知过你们? 通知过, 墓地买完了, 但是他没提过, 钱这数。 跟我媳妇这边要的那什么, 那个死亡证明, 说他来办。 哦,他来办? 对, 然后呢, 我媳妇这边就把死亡证明呈给他, 选了一块多少钱呢? 三四万的。 他说对, 他就买个五万的, 他不跟他一块住, 他不将来以后不埋在一起。 我问一下王女士, 当时你这个哥哥跟你说了, 订那块墓地三十万, 是嫂子说的。 对, 你当时什么反应? 贵的。 你说有点贵? 是爱面, 说是爸爸, 活的是爱面子的人, 怎么也得弄个好的。 体面一点的? 对。 那你们说这钱, 没问他谁出啊? 他说他出。 这句话很关键。 他说, 愿我, 你为什么要当时要买? 我说这, 我为什么, 如果你当时告诉我有钱, 我要买, 我再回来给你要钱, 那是我的不对。 他说他出。 你们觉得贵, 他定义三十万的, 你们就说这钱谁出啊? 我们这可没那么多。 是啊。 他说他出。 对。 跟您说的。 对。 您当时应该就答应了, 他出, 你可能你没什么负担啊? 我没什么负担, 我说不能光叫你出啊。 哦, 您说您得出一部分, 出多少啊? 我给他说八万呢。 八万? 嗯。 等于出三分之一差不多。 嗯。 他说呢? 他说他全拿呀。 他说他不用。 这八万都不用你出? 嗯。 全给办了? 对。 哦, 那最后结果就是他给办了呗。 对。 办完了以后这个丧事也办完了? 对。 下葬了? 对。 你们都去了吗? 去了。 那地好吗? 这不说从那个价钱上那会是好, 但是从那墓地墓形, 背形跟我们看那看多了。 各一条路, 这边就十几万, 这边就三十万。 但是他你那是河北珠洲。 对对对。 这是北京的京啊。 对。 宋女士对丈夫其实也有心结未解开, 甚至可以说还有怨气在。 但在调解嘉宾看来, 不管怎么说, 女儿想尽孝心, 也不能全然不顾及继子的感受。 三十万的墓地您出八万, 这个数您是怎么算出来了? 不是, 我有。 这不孩子两个去看去了吗? 看去以后他说是五万的, 可以。 然后我给了我那个他那个前妻的儿子打电话, 我就说那个买这个墓地, 然后他说儿媳婚那边买了, 我说我这个经济情况你们也都了解, 然后我只能出八万。 就是您尽最大力了, 您能出八万。 然后他说他接了电话, 就说我正做饭呢, 这事以后再说吧。 我接着问您, 您觉得老头的这个墓地, 这个钱应该谁出? 应该谁出, 我们也不能光让他出, 可是他太贵了, 就是这回事。 听这里啊, 我们能感受出来宋女士的这个无奈与无助, 面对继子的这个质疑, 他一度觉得继子啊, 在拿亲情绑架他与女儿。 此时的宋女士站出来, 更多的是想保护自己的一家人, 面对调解嘉宾的这个追问, 宋女士呢, 只能搬出老爷子当救兵。 应该谁出, 我再给您一个选择题哈, 现在是有三个人, 您, 您是他配偶, 这是他女儿, 那边是他儿子, 你们三个人应该是谁出? 应该谁出, 都应该出, 那是大家均等的出, 是这意思吗? 您回答我这问题, 是大家均等的出, 是这意思吗? 太多了, 我不想的均等。 所以您那八万是几个? 不是, 带过我们家里的。 代表您和您女儿两人的八万? 对对对, 在五万的钱我多出了。 您老伴去拾钱, 他有没有对目的, 有没有要求说他想葬在哪里, 跟您谈过这方面的事情吗? 没有, 没有。 没有, 在老伴生命期间, 他有没有召集过您女儿还有儿子, 一起在商讨这个事情吗? 他不让说。 了解完宋女士一家的诉求, 我们将另一方当事人请到了第一现场, 继子委托了自己的爱人出面参加调解。 好, 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被动方儿媳。 您爱人怎么没来啊? 他不想来。 不想来? 他不想来。 他很伤心。 是伤心啊, 还是生意太忙啊? 不是, 不是。 他为什么伤心, 为什么失望呢? 他觉得不应该能走到这一步。 是因为没得到遗产吗? 没有, 他冲启其中, 就开始就说他不要半分。 不要? 不要半分。 一个草刺都不要? 一个草刺的, 一分钱半分钱都不要。 他伤心在何处啊? 伤心在何处, 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要说瞎话。 儿媳李女士说, 他们家大事小物都是丈夫委托他出面, 包括和继母宋女士一家的交涉, 也都是由他来完成。 甚至当初为父亲选墓地都是他做的主。 但是刚才他们说的后一部分你可能也听到了。 当时这个找墓地, 他们开始找的河北这个, 以后来也去了。 我去了, 作为咱们来讲, 老徒不管怎么样, 也是这一生八十多岁, 也有脸有面, 也端部领导, 是吧? 再一个我也跟他说, 为什么这个事情是我来说了这个事? 看那个地方, 人家周周巍巍的父亲都埋在了北京, 对吧? 包括孩子都知道了。 北京也有便宜点的? 有便宜点的事去看了吗? 听我说, 听我把话跟你讲, 为何来的? 为什么? 去了以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的不行的话, 他没有钱。 当初为什么要买呢? 你说我说我要买, 他还没说呢? 就是说我怕回家跟那个谁, 我爱人商量, 他要是不同意的话, 我就说了, 我说他要是不同意, 我说我拿钱给买, 我说你这么说呢? 我真的这么说, 你问问他, 我说我拿娘家的钱, 他还说了, 我怎么能叫你娘家拿钱? 我说不好看, 真的是, 您的意思是这个话好像是说给他们听的, 并不一定说要是这个钱由你出, 对, 不是, 他如果是告诉我, 要有钱, 我出不了这些钱, 那我也不会跟他要这个钱, 你听我把话说完, 他告诉我, 他就留了25万块钱, 咱不说瞎话, 在这里说, 他就25万, 我回家跟我二人说, 我说他就25万, 他要花5万块钱, 再上河北去买, 你说, 你干嘛呢? 叫他拿着5万, 不如咱们去买, 咱们去买, 想买什么样的, 咱也不要他的钱, 那5万都不用他出, 我是不是好意, 真的是我真觉得, 我现在很委屈, 那两天, 我去找了他三次, 跟他去谈, 那你爱人怎么说呢? 我爱人后来同意了, 就说买的, 由你去买去? 去买吧, 还不是我去买, 带他找人去买, 你知道买墓地这个东西, 他不是说是, 也得找人, 还得这个有关系, 他们买一个好的地儿, 还得价钱合适, 都是一一是我爱人出的, 后来选了30万的, 选了个30万的, 我拿钱买的, 我还真是我刷的卡。 对于儿子来说, 找回失散多年的父亲, 为父亲养老送终, 本是一桩美坛。 然而老伴的去世, 对于宋女士来说, 如同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彻底引发了 积攒多年的问题, 他们的调解最终能否成功?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关注 第三调解是之, 继子回家。 接下来, 您收看的是 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 独家赞助的板块, 家里律师在线。 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 专注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为您答疑解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 曹子言。 以前我们讲解过, 是关于这个 继子女和继父母的关系, 其实我们在法律上, 其实只要关系确定了, 它基本上跟亲生子女 关系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想问, 如果说这个继子女跟继父母, 他小的时候没有形成这样的 抚养孩子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继子女还用去赡养父母吗? 这个继父母。 刚才您说的, 其实有两个概念, 一个说是继子女, 继父母的这个关系成立, 其实类似于说, 他自己的父母再婚的时候, 他肯定会有一个继父继母, 对, 这是关系成立, 但是他们是不是形成 抚养关系, 可是有一定的条件的, 如果他们形成了抚养关系, 也就是说父母对子女 已经有这个抚养关系, 那肯定要对老人进行赡养, 那如果要没有形成的话, 其实法律上是不需要 对老人进行一个赡养的, 但是我们出于这个家庭, 为了家庭的和谐, 为了自己的亲生的父母, 我们肯定是要去赡养的。 那假如像您说的一样, 出于家庭和谐原因, 就是小时候没有经历过 继父母抚养的这样的孩子, 长大以后, 当继父母老了, 他也进行一个赡养了, 依然没有形成一个继父母继续的关系吗? 其实这个在法律上, 它是实践当中, 它是有一定的争议的, 有的法院认为, 你即使对这个继父母进行了一个赡养, 它也没有形成一个继子女关系。 是吧, 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抚养。 对, 这是一种观点。 这是一种观点, 还有其他观点。 是的, 还有一种观点类似于说, 你只要对, 它是反向了吗? 你父母对子女进行了这个抚养的话, 是形成抚养关系, 如果子女对父母也进行了赡养, 它也是能够形成这个继父母子女关系, 也可以去继承, 相互可以继承, 可以继承父母的一层。 这个比较有道理, 是不是? 因为你说, 只限定于父母抚养孩子能形成关系, 那孩子赡养父母, 它也是一种, 只有亲子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氛围,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道理比较, 我比较赞同第二种方案。 当然不是说是简简单单的, 我去看一下, 或者说我去很短期的去看一下老人。 照亮两天什么的。 对,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之前也说过很多次了, 其实继父母对子女也是有一个时间上的考量。 你抚养两天肯定不行。 对, 是一样的道理。 明白, 所以说其实法律看, 在我理解里面, 它是跟我们老百姓所谓的亲情联系是一样的, 虽然你们没有血缘关系, 那么也是为亲生子女, 一样去对待。 也可以被认定为是这种子女, 然后也是作为第一顺序继承员去继承遗产。 是吧,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通情达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当然我们也希望, 所有老百姓在这样事情的时候, 以亲情为重, 是吧, 法律是法律, 但是亲情永远在法律之上的。 行, 那我们学习到了, 感谢您, 草律师。 您这个当时老伴写遗嘱的时候还录音录像了。 对, 对, 都有。 按照宋女士的说法, 老伴生前曾经留下一份遗嘱, 用来确保宋女士与女儿的利益, 但这份遗嘱却没有告诉自己。 移录像的内容是遗嘱的内容是吗? 对, 也跟这遗嘱是类似的一样, 然后那里多了就是什么呢, 一个提了就是这个钱款这块由女儿这边来, 从遗嘱里提到这个。 对, 然后呢也提到就是女仪包括我嘛, 诺言里边也提到我说这个这个女婿儿媳妇都不提, 就留这么一手, 这是老头儿人话, 然后呢当时那个那个那个大哥叫他当时也管管, 都说都是老人安排的。 女婿李先生说, 岳父生前认为已经给了儿子相应的回报, 所以将仅有的遗产私下留给了岳母一人。 说了没, 是之前这种儿子对他有经过什么善养吗? 没有没有没有, 去看病啊去看, 我觉得我们这种义务我们也尽了, 而并不是说说我们半点儿义务没尽。 而习黎女士说, 她和爱人对遗产原本没有什么想法, 只因对方种种过分的行为, 让他们如今不得不站出来。 问题是在哪儿? 我觉得练个尊重的东西, 完了以后你是这是什么行为? 老头儿跟着我们每个星期去, 你为什么就不说你要录了这个? 我们俩叫不来说要开会, 所以说呢, 说刚刚给我们说完了之后, 就说这个今天这会保密, 就是说贼也不用跟人说。 老人的去世, 让这份遗嘱得以公开, 也让继子与继母之间的感情日渐疏远, 甚至相互怀疑。 谁说瞎话? 别墅后来是我们也等于花38万等于把钱给了, 从这份老爷子之间, 就是说他们之间已经商品好了, 要那些钱, 我们就给了这些钱, 这是第一点。 38万到现在得多少钱? 那个, 过20年前了。 他30多岁了, 没工作, 我们找个大哥, 大哥也帮着我, 我们家也帮他找了一个国企单位, 上了一年多的班, 也没起。 保险公司是4千多块钱。 曾经的和睦都已成过往云烟, 如今继子一家就是要讨一个说法。 122万的存款, 那你已经拿出他的钱来, 把墓地买了。 现在30万多样, 你已经拿不到这个钱了。 说我什么呀? 说我是为了拿不到这个钱, 所以说就给你买成墓地, 我也不要你花。 你说我哪能到那种份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每一个月取生活费呢。 就是不用你们那个。 他也能取他现在。 也能取。 他可能能取。 要不他现在后期不谈了, 不给了嘛。 那当时为什么要找你们呢? 想一笔都取出来。 对。 我就觉得真的什么, 这个买墓的钱我不应该掏。 因为我没有工作, 什么都没有。 在儿媳黎女士心中, 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方案。 对于这一诉求, 她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我花出了30万, 就是还我就行了。 30万这个墓地, 不是还给你。 30万墓地钱, 由老爷子这个遗嘱, 遗产里边出。 对。 这是你的诉求。 对。 我还是尊重法律, 就是比如说遗产, 一个人一份贪多少, 那么墓地, 一个人多少贪多少。 咱都跟着法律来。 了解清楚妻子这方的诉求, 也清楚了双方的问题。 我们重新将宋女士一家 回第一现场。 双方碰面, 是否会看过往的情面, 互相退让呢? 就是儿媳妇吧, 她说的了。 当时她确实是, 他们愿意把这30万都出了, 买这个墓地。 但是你们节外生枝啊。 说这个原来遗产就20多万, 怎么变成120万了? 这她知道了, 儿子也知道了, 这就不干了。 我跟您说, 这个25万吧, 是活期的, 能够随时拿的。 那个100多万呢, 是什么, 是那个定期的, 五年。 然后她爸爸呢, 有那个录音录像, 他不叫说。 我说这, 我也说, 别人就为这点, 又不是我们拿走, 给老爷子买了。 毕竟你将来以后你走了, 这还有妹妹, 这还有个哥, 不管怎么, 他个哥也是个依靠, 当天说得很好, 我都答应了好了, 第二天上午我一去, 我老公说变了。 你说的那个房子, 现在住的这个是吧? 对, 遗珠里说一道。 我觉得老爷子, 如果是能从生存, 是不是有一个这种, 打算这个概念, 就是那个别墅的房子, 别墅已经让他儿子给卖了, 对, 这已经算给过你了, 有没有这种打算。 所以今天我在问他嘛, 那别墅卖多少钱, 他那个, 他开房中说了吗? 没说, 没说, 今天就一直没说, 他卖了多少钱, 但是他说, 他把那个38万, 就是当时买这个房子, 他就还给他儿子, 还给他那个老爷子了, 收一家, 对, 收一家收, 搁住一个, 收一家收, 他搬出去那时, 他是领紧的吗? 他肯定是得了钱, 能买多少钱那时候? 一百多万就了吗? 那个别墅, 他还说四块, 小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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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中南四块, 反正可能是责了钱, 他肯定是一点, 他就没说嘛, 所以他们家很可能有这个共识, 就是说这个这套房子, 老人住这套房子, 以后就跟他没关系了。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在出具方案之前, 选择连线李先生, 也就是宋女士的继子, 以征求他的意见。 我说你们这个是我那份, 是我那份, 你们把这个什么, 把那个目的钱, 有钱的话, 把目的钱给我出了, 我那份我就不要了。 哦, 是这意思? 对吧, 如果说要没有, 老爷子说, 因为什么呀, 当时他们没干过, 说有这个, 就是那一百多, 那一百, 那一百多案没跟你们说, 没跟我说, 那是因为老爷子, 有一个视频啊, 说里边不让告诉你, 我告诉你啊, 老爷子当视频说了, 不让干过, 你没看吗? 那个视频, 那个语音和视频, 你没看吧? 告诉我们, 说让他们让那个宋女士, 别告诉你们, 这个东西, 我以为什么呀, 当时, 我这点说, 就没跟我说, 我问过他们, 我说有钱没有, 没钱没钱, 我没钱就没钱吧, 我没有钱, 有钱把目的钱出了, 我没钱就捧错了。 好, 明白了, 第二个问题啊, 你对于这个宋女士这一家人啊, 当然也是你的家人吧, 你怎么评价啊? 没实话, 他跟你爱人这个口气一样, 他来就没实话吗? 有一句实话呢? 另外, 您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我有什么打算? 就是您打算怎么达成一致啊? 就把目的钱给我就完了, 就这三十万? 对, 是我那份, 我还是这份, 他不笔钱给我。 遗产什么的就不争取了? 对, 对, 我这点说, 我要不跟我说, 不给我这三十万, 就跟他们争取了那样。 就对不公堂了? 对。 听到继子的表态, 我们也更加明确了调解方向。 于法理来说, 法律条文是明确的, 于情理来说, 一家人未来的日子还长, 还需注重亲情, 让宋女士未来能够安心养老。 那我觉得咱们接下来说, 二十万是一个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他有十二万的相当费, 和他打算出的那八万块钱。 对, 对。 但我想问的是说, 他说他那个, 我听听宋女士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存的这笔钱有别人的钱。 那就看他们举证的问题了。 就如果真的是, 比如说张黄老师的钱放了一部分, 只不过以他先生的名字, 还存, 就是是可以分出来的。 他说一个是, 不是跟我说, 三藏费不能作为遗嘱。 对, 遗嘱是处分不了的。 那这三藏费是干嘛使的? 就是处理身后是, 就是家属分啊。 其实丧葬费它没有多少, 它付去金的这个金额可能会比较大。 虽然在这个法律规定来说, 它不属于遗产, 它遗嘱也不能处置,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 它是参照这个遗产的这种分割方式来分配的。 调解方案初步确定, 接下来就是给双方做工作, 那么双方是否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呢? 显然啊, 此时的这个调解双方啊, 都不能平静下来, 心平气和的去各退一步, 寻求合适的这个出路。 调解嘉宾们呢, 也选择开会商讨解决方案, 给他们彼此一点时间与空间。 很多当事人来到调解市, 其实已经选择了要退一步, 为了维系亲情, 只是在调解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这个心结啊, 还没有打开, 有时候就会说一些气话, 此时我们调解工作的这个意义, 也就凸显出来了, 在适当让当事人释放压力的同时, 安抚双方当事人的这个情绪, 让他们啊, 能有一个心平气和的这个沟通机会, 而这个机会, 往往就能让更多的家庭破镜重圆。 到底是几份遗嘱呀? 这个一份, 这是拍照片, 让给拍的, 他写着拍的, 这个有两个, 这是, 打了草稿, 打了草稿, 草稿还有吗? 草稿, 草稿的原件还有吗? 那不知道, 那还有吗? 是吧? 所以刚才我一直在看啊, 就是说我刚才一直在说, 我说这个遗嘱的基本形式, 其实还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这块, 就是这个日期, 这块实际上有点分不清楚, 到底是28还是28, 然后这个日啊, 也是有点没看清楚, 所以咱就是说从这个遗嘱, 因为自书遗嘱, 自书遗嘱对于这个遗嘱的这个, 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像我们实践过程中, 如果要是说, 只写个二月, 没有后边的, 那法院都不认, 哪管前面的内容多, 多么清晰明确都不行, 所以这块到底是28还是18, 那这块可能就是一个正义的问题, 多少应该有应的, 没有, 遗嘱这块要么就有效, 要么就没效, 没有说多少的问题, 没有多少的问题, 所以这块来说, 录音录像遗嘱那个肯定的地方是不少利的, 但这个遗嘱来说, 虽然说这块是存在一个瑕疵, 这个瑕疵是存在的, 所以对咱们来说, 多少还是有一点风险了, 因为我们这个陈调解员问你说, 其实他说要30万, 实际上他就是想用这个遗产里面的财产来出这个30万, 虽然我也特别能理解, 你们说你一开始你自己说你这个钱都出的, 你花了这么高价来买这样一个目的, 最后这个目的要让我们来承担, 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 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挺直腰板, 我丢要这30万, 你们要考虑这个问题, 你像你这个遗嘱也好, 包括你的录音录像也好, 我刚才问了, 我说你们都看过了, 他说都看过了, 人都看过了, 就说明他们也是有律师的呀, 他们也可以去寄询律师呀, 哪些成立哪些不成立, 他们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为什么我一直在问他, 我说如果要诉说, 你可能拿不到那么多钱, 你还要诉吗, 他说我还要诉, 这就是说凭什么, 他们知道我诉的时候, 我这30万有什么是拿回来了, 那对我们来说, 实际上还存在一定风险, 所以我这边是给他们的建议是吗, 咱们这边能不能说, 把这个30万, 我们就从遗产里头, 就相当于从遗产里头回答, 那儿不是, 您这事得一天,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还有一点我跟你这么说, 这咱俩说了, 咱们就说这题外话, 满地的时候, 你们也是想要很好的安葬老爷, 不是吗, 你们是非常鼓动的, 你这个30万, 对吧, 他说什么, 我跟老爷子一块买, 你还没听说老爷子没有一点好, 你看, 从这一点说啥, 你们现在从并不是太一分, 你们还想跟老子这个很好的安葬, 而现在就说, 你们也是说, 走进条件是想要调节, 想要达成一个大和能接受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能理解到你这个委屈, 能理解到你觉得不被尊重, 能理解到你觉得, 哎呀, 这个事情没有公开, 觉得是个被瞒着的这个感情, 这个情绪都能理解到, 所以我觉得, 很着急, 咱们调节一下, 咱们走一个就是最终, 我们喜欢一分钱, 别就说, 我就不, 这30万, 不是, 那那个听我说, 不是, 听我说, 听我说, 我就是受圣旨来的, 就是说, 少我一分钱都不行, 少我一分钱, 我就去打, 刚才也说了, 你呢, 回去以后, 如果你真正在理解, 你看你刚才说, 你能代表你老公, 但如果真正在理解, 我才要伤一下, 没有, 别把那个什么, 就是这个结局, 就是这个结局, 如果说这个条件的结果, 你肯定要给他, 给他一个通告呀, 是不是, 给他说一下这个结果呀, 对不对, 他说, 叫他们自己去想, 都不是不给你们面子, 就是他们自己去想, 就是利弊,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想什么呀, 更好打成你的双方的条件, 更好都说, 你们双方能无数言和, 毕竟像你说的, 二十多年的感情, 我们还不想把这个, 我再三分的时候, 我发疑, 你失了, 我说你走了, 完了以后, 我们闺女都三十多了, 我们家的外孙女都, 我上二年级了, 到老二年级了, 我生的女天, 她姑姑这样, 将来以后不是, 在一块儿, 从小也都一块儿长大, 你将来都还有亲情, 还有闹闹, 还有谁, 什么都一块, 也能看出来, 能看出来, 你和你老公还是看住你的亲情, 对对对对, 是吧, 你说, 有的时候我们说, 不能就是说这种情绪出来了, 我们还要思考一下, 经过分开调解, 嘉宾们的耐心劝说, 我们将双方重新请回第一现场, 就他们此番调解事件中的法律点, 律师给出了相应的解释,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乌兰布河沙漠绿洲, 是他教会我, 为梦想, 全力以赴, 就是更好, 做沙漠有机, 来自兰布河, 更好的有机生态, 孕育更明亮, 只为更好的你, 不是所有牛腩, 都叫特伦苏, 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 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 现在我们先请这个春梅律师, 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好的, 其实今天针对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关于这个墓地, 这个买墓地这个钱, 到底应该谁来出, 其实这个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其实在这个大家来这个之前, 各自其实都咨询过律师, 都知道关于买墓地这个钱, 在法律上实际上没有明确规定的, 在实践过程中呢, 买墓地的钱一般呢, 如果要是说有遗产的话, 可以先从遗产的库除, 这个是所有继承人来共同协商决定的, 或者说有的老人, 他在这个生钱的时候, 我就花钱, 把这个墓地就买好了, 省得这个继承人之间, 关于买墓地的问题再去头疼, 还有一些老人呢, 他会去说, 我这个遗产中有一部分钱, 是留作用作买墓地的, 这都是一些老人在生钱的时候, 其实把买墓地的这个问题, 自己提前呢, 去做了一个处理, 那么在没有处理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其实都是由这个继承人协商来解决的, 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说, 这个买墓地的钱到底由谁来出, 或者说买多少, 也没有标准, 所以这块呢, 今天大家来说, 到这块来调节, 也主要是因为, 我们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 那么才会导致这个争议的问题, 那么关于买墓地的钱, 到底谁来出, 实际上来说, 我们今天没办法说去, 一定去调节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有一个解决的方式, 就是说, 像我们这个被动方啊, 他说我这个买墓地的钱是我出的, 但是呢, 我这个遗产我还也没有继承, 那么我现在呢, 想要说这个遗产有很多, 我想让这个从这个买墓地的钱, 从遗产里头, 应当属于我的份额, 来抵做买墓地的这个钱, 这是他今天的一个诉求, 这是他今天的一个诉求, 那么我们这个主动方呢, 实际上是觉得什么, 就是说买墓地的时候, 你说你全出这个钱, 那么现在呢, 你就说这个钱, 想那个又让我们来出, 实际上呢, 我们觉得心理上很不舒服, 你这个是跟你之前的说的不一样, 所以才导致今天这个矛盾, 那么刚才又涉及到一个什么, 遗产的问题, 为什么说被动方他会说, 哎, 我想从这个遗产的份额里来出这个买墓地这个钱, 就是因为什么, 遗产这部分它是可以继承的, 而且遗产的问题如果达不成一致的话, 那么它是可以走诉讼的, 那么今天咱们按涉案这个里边, 涉及到遗产一个是什么, 房产, 一个是存款, 那么房产这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老人的这个自输遗嘱, 来处置了这个房产由谁来继承, 但是关于存款这部分实际上是没有说的, 存款这部分实际上没有说到底应该怎么处置的, 所以这话来说, 关于真的说要发生争议的话, 关于遗产的问题实际上, 到最终真的要是走到诉讼的阶段, 这个遗产到底怎么判, 其实不好说, 然后在我们本期节目中还涉及到了两个问题, 就是一个自述遗嘱和一个录音录像遗嘱的问题, 刚才这个李女士提到说, 那我们这个录音录像遗嘱是民法典颁布之后才实施的, 你这个录音录像遗嘱是在这民法典颁布之前, 其实对于录音录像遗嘱啊, 只有录音录像遗嘱才是民法典颁布之后才实施的, 对于录音遗嘱实际上在之前的继承法里就有明确的规定, 但是录音遗嘱也好, 还是录像遗嘱也好, 它都要求有两个见证人在场见证, 而且要见证整个过程, 还要说出他们这个见证人的名称, 名字, 所以这样的录音录像遗嘱才有可能被法院去采纳, 那么刚才我在这个节目中也问了, 说咱们这个录音录像这个遗嘱有没有见证人, 说当时呢这个事情确实比较紧急, 没有见证人, 所以这个录音录像遗嘱实际上被法律, 法院采纳的可能性其实是很小的, 这个风险就会比较大了, 所以关于法律点, 其实我们今天涉及到的这些, 那么最终调节的方案再看看大家, 他们后来又协商了一下, 看看他们协商的结果。 谢谢春梅, 我觉得你们家这事属于拍案惊奇那一类的, 因为大宗的遗产, 比如房屋存款这都没争议, 到墓地这出了事了, 产生矛盾了, 实际上这是为什么产生这个矛盾, 我一再说这个墓地多少钱这不重要, 不是说钱多就对老人孝敬, 关键是你们在买墓地之前这个沟通不差, 这个调节啊接近尾声了, 我们也听到了来自调节双方的好消息, 他们终于不再剑拔弩张, 决定接受我们的这个调节方案, 对于协议的细节, 我们还需要后续啊仔细商却, 其实双方都不是不讲理不重情的人, 因为沟通不畅, 引发了一系列的猜忌, 伤了亲情, 这也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好在他们选择来到我们第三条解释, 也给了自己一个解开心结的机会, 您这个当时老伴写遗嘱的时候还录音录像了, 对对都有, 这个谁的主意, 他让他让他让他的, 按照宋女士的说法, 老伴生前曾经留下一份遗嘱, 用来确保宋女士与女儿的利益, 但这份遗嘱却没有告诉积极 这录像的内容是遗嘱的内容是吗 对 也跟这遗嘱是类似一样 然后只不过是那里多了就是什么呢 一个提了就是这个钱款 这块由女儿这边来 从遗嘱里面提到 对 然后呢也提到就是女婿包括我嘛 录音里边也提到 我说这个这个女婿儿媳妇都不提 就留这么一手 这是老头人话 然后呢 等于说那个 那个那个大哥叫 等于说他那儿 当于也不能管 都是老人话买的 女婿李先生说 岳父生前认为 已经给了儿子相应的回报 所以将仅有的遗产 私下留给了岳母一人 咱们上次调解的那天呢 最终呢 口头上达成一个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就是 关于这个给老爷子买这个墓地 有30万元 是由老爷子的钱里边来出 因为老爷子现在留了一些存款 这个存款呢 现在在你们掌握之中 所以呢 实际上从我们法律上来讲 就是你们从这里边拿出来 30万元支付给他 就完成了这个事 另外呢 就是您那边呢 就不再主张老爷子遗产 包括房产还有存款 对 都不再主张 对吧 就关于这个内容 你们大家心里都明白吧 明白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的吗 就简单的话 对 就很简单 就这一样 你们都没有变化 对吧 既然来了 都面对面说 需要说都可以说 我这个一个是什么 并挺多的 我就想这样 我也不会什么电脑 手机 从我们调解的角度来讲 这我说一句 我们实际上 我们认为最优的方案 还是办到您命下 因为您是老人 老人过早的处置自己的财产 可能会有风险 不是说看着老窝吗 万一这个女儿出现了 比如说 我们这个都说都是法律上的事 比如出现了失能 失智 她身体不行 她照顾不了您 财产又在她名下 您想要变现 想要用这个钱 又用不了 出现这种情况 那您就抓瞎了 再比如说 更坏的说 假设她要先与您去了 她先走了 那这个财产 那是她的遗产 那不光是您的事 那还有她配偶 你们俩还有孩子对吧 是不是 还没有孩子 那至少跟配偶也有关系 这个事我也开诚不公地说 包括他俩 您如果房子现在办他名下 假设他们俩之间婚姻发生了变化 这才有法好 那他是有一半的份额的 听我讲 讲完了您再表达 您表达得非常好 我知道 就是因为他俩人是这个婚姻关系 婚姻关系都是那种风险 所以一旦他俩人婚姻关系 如果要是离婚了 那么也会造成这个财产 就不完全属于他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老年人 像您家的情况 我们会建议您 在您名下 房子放您名下 最安全 您没了 会都再过给谁 想怎么处置 那是您的权利 对吧 您说您身体不好 但是我看您还行 我们这见到好多老年人 推着轮椅来的 出不了门 出不了话 那可能也就算了 像您这种 自己还能表达自己的意思 自己还能办事 我建议您还是自己保住 虽然他们俩都在 我们也是公平公正地 说这个事 所以建议您 把房子还是放在您名下 当然钱呢 我们也建议在您名下 因为您是老年人 您是最应该保障的人 调解协议顺理签订 调解员也给出了中肯的建议 我们总说 让老年人守住老屋老本 尽最大可能去维护老年人的权益 是为了他们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 看着宋女士与妻子一家重归于好 我们也想对一直未露面的 妻子李先生说一句 虽然现在与妻母不存在任何关系 但我们也希望您可以看在父亲的份上 时而探望一下妻母 安抚老人心中的孤独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 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 家里律师在线 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专注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为您答疑解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曹子言 曹律师你好 我们在很多案件当中 特别是一些家庭的关于赡养的这样的纠纷当中 经常会有很多子女会蹦出这样的词 生 养 死 葬 是吧 那是不是就包含了所有子女该对父母赡养的一个责任义务了呢 其实法律上只是一个最基本的规定 日常生活当中还盖了方方面面 是不是 包园的意思 就是一切从生到死都全管了 这意思 对 就是说我们法律明确规定了 这个子女对父母有一个赡养的义务 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美德 所以说无论是从道德上 还是从法律上 这个子女对父母都应当进行赡养 那如果说有某一个子女跳出来说 这个父母以后的神养死亡都归我管了 都在纸面上了 你们其他几个人一分钱不用出之类的 我们就我愿意干这事 但是后来干了一半 说这个是吧 干不下去了 就比如说父母的这个病重 需要很高的一个医药费什么的 他又开始搬出另一套说法了 你不是说都是子女吗 法律都规定每一个子女都有赡养义务 这个时候他还能去找其他子女要这个费用吗 一般这个生养死葬 就是所有的花费们的话 他有几种情况 特别是在丧葬的这一块 我们比较常见的 一般会一方先去是好 另外一方 因为他们会有一些共同的积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比较有一部分是类似于说 我作为配偶我们老两口是有钱的 我也不用其他子女来负担 像这种子父母有钱的话 大部分都是父母来自己承担这部分花销 还有的是类似于说老人可能会有遗嘱 或者在世的时候 整个家庭会有一个财产分配 直接是分家息产 就是说家里的什么东西 由谁来继承 谁要负担什么 胜养死葬 对 要承担这个义务 虽然这么规定了 一般的话按照这个旅行也没有问题 但确实是有一些有其他的变化 说本来是有一方来进行这个赡养 承担所有的费用 对 但实际当中确实老人要有需求的话 其他子女也应当去承担 因为去赡养老人是这个子女的一个法定的义务 那不是说这个子女承担不了的时候吗 你比如说他完全有余力 但他就是不想了 老人确实有更需要钱 这个怎么分呢 这个里边各种关系 这个就会比较复杂 类似于说如果各方确实约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协议 他可能说是包括财产分割 包括说是这个财产分割 还有具体来旅行哪一方面都会比较详细的 当然这个第一原则还是以老人的这个为准 实际需要为准 对 这个我们肯定是以老人的这个实际需要为准 来先去满足老人这个需求 然后子女之间你们来怎么来约定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约定 再来你们互相追讨 或者什么也是可以的 好 我们也学习到了 感谢您曹律师 好了 本期的法律讲解到此就全部结束了 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我是律师曹子言 家里律师在线为您答疑解惑